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没有填写信息 可是今天早上的时候 他微信里面的钱700多块就不见了 所以他发信息给我 为了这件事 我进行了大量数据的搜查和印证 甚至还找到了记者访问微信中心的电话 大家听 怎么样 大家看到这个视频以后 以后看到微信支付安全中心所发给你的信息 千万千万不要点进去 因为那是骗子的伎俩 你点进去马上就会中病毒 并且把你微信里的钱转走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关注我哦 感谢观看